朱元璋与崇祯的哪几个不同,决定了大明王朝的新举王。 明末王国之君崇祯帝朱有显知正生涯各种悲催,唯独一大优良品质公认可,与明太祖朱元璋媲美,刻苦努力明太祖朱元璋的刻苦努力史上, 无比出名从大天下到做天下,都是起草贪黑,忙三个世纪后的崇祯帝,却也不遑多让一生累死累活堪,倒穿补丁龙袍上吊死对头,李自成都看得叹息连连。 后世奋斗青年更是情怀泛滥,明明,像崇祯一样刻苦努力,为什么就不能成功, 但如果泛起情怀之前没弄明白一个物理学区别人生妥妥就坑了有用, 工和无用工人生努力,正如这物理学含义起效果的有用工正如工作狂, 人朱元璋狂飙出尽,每一步,都是江山伟业一大步原地踏步,等无用工乍一看泰的样貌, 与激情澎湃的有用工简直各种像蛋类死累活,到最后,就使筋疲力尽厚上了, 料不信就瞧崇祯帝人生里好些,即向朱元璋的光辉世纪和止原地踏步, 简直把大明江山坑太苦,叛惜崇祯的命运不如警惕, 他的坑衣心琴批奏,折要论崇祯帝最像明太祖的事, 首当其崇,就是批奏哲这个历代帝王们的常规工作。 两位大明天子,都是开启疯狂模式以明实录, 但统计朱元璋自从登基后平均每天,要批阅二百多件奏哲处理近五百件果, 是以至于有时每天四更天就起床有时候忙到抓狂好些事来不及处理, 只能写成小纸条贴袖子里, 以至于讲话,时不留神小纸片,都在袖子里飞出来, 恐怖工作强度堪称明星两朝帝王标杆, 而崇祯帝在这个行业的工作量,却堪称明太罪追, 近朱元璋的一位同样是每天凌晨起床哪怕每篇奏折, 全是水深火热的糟星国士照样甩开膀子加班加点, 再苦再难也很命拼别管奏折上是八七军破关南下还是李自成战绩漫天, 多么恐怖的场面都是冷静下之势,勤劳加扛压的能力, 历代帝王里都是绝对高水准。 但同是如此勤劳刻苦, 为何朱元璋可以把开国满目疮痍? 的大明朝在疯狂工作, 中至的加速运转焕然一片洪武盛世的场面, 反观崇祯帝却是越淡定忙碌, 越是招烂加速度直到烂得不可就要, 朱元璋的一桩小事就是生动答案, 话说朱元璋批热奏折时一次批到大臣如泰素的奏书, 明明五百字可以说清的是, 如泰素大人足足说了五万字起的朱元璋拍案大怒, 直接把如泰素拖来以痛报, 打打完后又好生服务, 你说的事情照办, 但是你写这么多字正如何受的? 那一番打顿板子揉三揉, 彻底奠定了大明官场好风气说话办事有一说一, 绝不扯弦篇其实同样的烦恼崇祯, 也遇到过婉名的官场正风, 早已到人赋于世的阶段, 可崇祯哪里想得到如此一来的后果, 就是大臣们的奏折, 越发的误虚意, 前世云山雾照这以后只求四平八稳, 甚至各种报喜不报忧每天只求自己读的说服的重申也就好比, 被蒙上的眼睛越忙活越抓瞎, 等到北京城破后上了, 调李自成翻一堆遗留奏折, 还是忍不住大骂, 成天批阅这种东西不忙活才怪, 这道理重甄都不如没文化, 但李自成, 懂乍一看, 这是各技术问题但跟上, 说朱元璋打入太素, 为的是说是重甄挑错别字, 先是为了自己读着舒服, 说到底还是各态度问题, 二上课学什么朱元璋能够从草根变黄第一, 大成功经验就是爱学习, 别看从小家里穷也没读几天书, 但从踏上圆末战场起, 学业就从没落下, 除了逮着机会, 就读书甚至还专门开办, 日讲, 课堂邀请礼, 擅长留机送联等谋士, 每天到点, 给自己讲课各种历史经验, 全都如机似可学, 他从一方军阀到统一天下, 的人生路就是这么学出来, 而比起苦出身的朱元, 张崇祯皇帝从小的教育条件, 就是无比优越身为仅仪于识, 但皇子从小就置学认真, 学文水平十分高, 他在位期间写的相关诗词寇释, 都公认高水准学习态度也, 是无比旺盛对朱元璋的这条成功经验, 从登机起就坚决继承别看每天皮奏, 折皮到抓狂脆业, 也绝不落特意重启了荒废多年的日讲, 在位的十七年, 天天都要听讲学习热情, 无比高涨大两者的差别就在一世学习内容。